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么美丽的所在 我们祈福平安 在云南冰川县境内 有一座佛教圣地基足山 它是中国十大佛教名山之一 此行适逢秋收农忙季节 黑慧江从霸子中间穿过 霸子上的梯田呢 结满金黄色的稻穗 这儿的稻子 从栽种到收割 都是依靠人力的 所以在秋收季节的时候 山谷中的稻田里头 回荡着丰收的幸福声音 位在基竹山东侧半山腰 波鱼山上的祝圣寺 原名叫做银祥寺 是中国大陆的重点佛教寺院之一 当中建筑群的中心 就是大雄宝殿 早期交通不便的基足山上 骑马上山是唯一的途径 因而产生特有的马帮队伍 人们透过马帮载客跟运货 但是随着交通的便利 通往山顶的缆车开通之后 在山区活跃数十年的马帮呢 逐渐没落了 幸好在体验旅游的发展下 让这样的谋生方式 也有了新的生存空间 在基足山主峰的天柱峰极顶上 有着著名的金顶寺 寺中42公尺高的楞岩塔 屹立在山峰上 塔边有一座闪闪发光的金殿 金顶寺呢 就是因为这座同柱金殿而得名的 位在楞岩塔后方的大雄宝殿中 供奉着释迦摩尼佛 也由于这里有非常好的视野 成为游览基足山的重要景点 另外在前往大理古城的路上 有一座建在稻田中央的古镇 它的名字叫做喜洲 黄昏的夕阳把稻田染成一片金黄 衬托着古城的古仆 大理古城至今有1200多年的建成史 现存的古城呢 是在明代阳居捏成的基础上所修复的 方形开寺门 城中呈现棋盘式的布局 南北巷纵贯五条大街 东西巷呢 则穿越八条街巷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洋人街 别名洋人街的护博路上 因为布满了餐馆 咖啡厅 还有一品店 招牌广告呢 多是洋文书写的 吸引了很多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在此地驻足寻找东方古运 在古城的西北方有着重点文物 崇圣寺三塔 它是在1000多年之前 南兆国跟大理国时期 所新建的佛教寺庙 但是历经千年沧桑 原本的崇圣寺呢 毁于清咸丰年间 仅存三塔毅力 一直到2005年 崇圣寺重建俊宫 才结束近百年来 有塔无寺的处境 在苍山跟大理霸子之间 有个风光秀魅的 高原淡水湖泊 从空中往下看呢 像是一轮星月又像是耳朵 因此呢被称为尔海 它是由西尔河塌陷所形成的 是云南的第二大淡水湖 仅次于滇池 湖水清澈见底 透明度相当高 小浦陀岛位在尔海东部 形状像是浮在水面上的 一颗金印 相传是当年观音大士 在开辟大理的时候 所留下的正海之印 因为它的岛形跟楼阁 与传说当中的南海浦陀山 相似而得名的 大理一年四季风景如画 在所有风景名胜当中 以风 花 雪 月 四景 最为引人入圣 分别是下关风 上关花 苍三雪 以及尔海才能见到的尔海月 南兆太和城遗址 位在大理古城的南方 里面有著名的南兆德画碑 碑文主要记载 南兆政权建立初期的重要史实 成为研究南兆初期阶层结构 直观制度的重要史料 唐礼公之庙 位在苍山下的将军洞里 但这里没有洞 只有庙 这是供奉唐代李密的将军庙 根据史料的记载 西元754年 唐天堡13年 唐将先于仲通 兵拜南兆之后 王朝又派了大将李密 率领十万大军进攻 南兆王格罗凤派儿子领兵 跟唐军大战于西尔河 唐兵全军覆没 李密也沉将死亡 事后南兆王不计旧仇 跟唐朝重修旧好 到了明代 下官白族奉李密为本主 始建将军洞 每年本主庙会的祭祀活动热闹非凡 喜洲是白族重要的聚集城镇 境内保存最多最好的 白族民居建筑群 现存明清 民国时期 比较完整的民居 还有一百零医院 另外加上现代承袭 白族传统形式的民居 一共是一千五百多院 典型的白族民居物局 是三方一兆壁 跟四合五天井的庭院格局 建筑造型是主房高二方低 正面设有兆壁 这些民居 雕梁画动 斗拱重叠 桥脚飞檐 上头的彩绘装饰绚丽多姿 充分展现白族的建筑才华 跟艺术的创造力 不过除了在建筑上富有创造力之外 白族人的扎染布也是当地的特色之一 扎染布是大理周边城镇 白族人生产的传统染织品 花色 朴素大方 不易变色 可以用作在服饰 窗帘 壁挂等处 由于做工精细 深受人们的喜爱 就蒸个垂棉线一遮一遮地穿过来 就按照图案的线条 那一针一线这样把它穿过去 对 就这样穿的 然后穿完以后 用这个线把它绕起来 绕的时候要绕得均匀 线隔要均匀 而且要拉得紧 这样粘出来的图案也是白色 那没有扎的地方 就是你染了红色就是红色 染了纳色就是纳色 是这样的吧 对 这儿的染布原料是使用在地的植物土垫 土垫经过处理做成染液 再将白色的布料经过各式的绑扎进行染色 扎染布可以说是一种兼具实用跟审美的艺术 云南由于多变的气候 多元的民族 所以有着不少奇怪的风俗 进而衍生出云南十八怪的说法 其中一怪呢 就是牛奶做成扇子麦 这是耳元邓川把子的特产 先把新鲜牛奶加热 加入木瓜制成的酸水 制成酸奶 牛奶在酸跟热的作用下迅速的凝固 再用竹筷子将凝结成块的蛋白跟脂肪等 摊成薄片 最后把薄片做成扇子形状 至于竹竿上晾干它 就成为一片片的乳扇 乳扇是白祖等滇西北民族日常吃的一种奶酪 吃法有生吃 干吃 还能油炸 煎烤 在云南当地的街边上经常能够看到卖乳扇的摊子 油炸之后的乳扇沾上蜜糖可是最道地的吃法了 丽江古城是中国四大古城之一 这儿保留纳西族人的生活文化 下段节目呢 让我们体验丽江的风情民俗 中国大陆仅有两座古县城 是以整座古城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获制成功的 一座是山西的平遥古城 一座正是云南的丽江古城 所以这两座古城的观光客就特别多 不过2013年的3月11日 丽江古城竟然遭到火灾 烧毁民房107间 这对当地文物保存跟观光发展呢 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丽江位在云南西北部的云贵高原 跟青藏高原的交界处 位在玉龙雪山山脚下的丽江古城呢 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跟茶马古道的中转站 这里集结了纳西文化的精髓 完整保留了宋元以来所形成的风貌 建在南宋时期的丽江古城 有别以往 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当中 唯一没有城墙的古城 这是相当罕见的 在古城中心的广场上 一群纳西族人正在跳着舞蹈 纳西族原本是中国西北古腔人的一个知系 历经迁徙来到丽江地区定居了 丽江古城没有整齐划一的道路网 从象山山路流出的浴泉水 在古城西北方 分为西河 中河 东河三条路程 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 古城街道不受约束 自由地布局 主街傍河 小巷林渠 道路随着水渠延伸 明居就依照地势高低而兴建 小桥流水店家 是现今丽江古城最贴切的写照 在这座四平方公里的古城里头 双脚是唯一的交通工具 一间间凌厉的咖啡店呢 让走累的人能够停下来 喝上一口咖啡 静静欣赏古城之美 随着观光旅游的发展 除了咖啡店之外 五花八门的一品店 也是这儿的一大特色 古城火针刺绣的烙画 利用绘画艺术跟火笔的运用技巧 吸引着游人的目光 流动的河水 让整座丽江古城活络起来 这些活水的源头来自古城北面 向山脚下的黑龙潭 亭台楼阁的造景 加上涌出的泉水 色壁如玉 让它有着玉泉公园的美名 老人家们就说了 没事总喜欢在这儿 闲话家常吧 古城园的三孔飞铺 还有长红卧坡的五孔石拱桥 是这儿的特色景观 弹星的得月楼 始建在清光绪年间 龙潭倒映十三峰 乾隆在天 飞龙在地的银帘 则彰显玉龙雪山的神威 无所不在 绿江之名 主要是用来形容金沙江 在玉龙雪山的转折之美 但是用来形容 古城当中流水的清丽美妙 反倒是一种非常细致的品味 河水入城之后 又分成众多支流 在古城当中穿街过巷 古城依水而建 河水流到哪里 城就溅到哪里 流水跟古明居相应城去 在这不受限制的城市水系上 总共有三百五十四座桥横跨其中 廊桥 木板桥 石板桥 点缀着丽江古城 城中街道是以红色的角力岩铺设的 雨季不泥嫩 旱季不飞灰 使古城清静 而且充满生机 这个一掺啊 它是蒙古语的意思呢 就是蒙古军驻扎的地方 就是在一二五三年的时候呢 忽必烈南征大帝国的时候 他带着蒙古军经过丽江 这一片呢 就是原来他的居住 他的那个部队的一个驻扎地 那这个意思就是蒙古军驻扎的地方 那这口井呢到现在呢是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 是丽江古城里边的最古老的一口井 现在呢水源还非常好 这边的老百姓呢每天还在饮用这里边的水 山川流水环抱的丽江古城 河渠流水重重 河畔垂柳浮水 处处流露的是自然和谐的美感 古城建筑历经无数朝代的洗礼 虽然宝经沧桑 仍然真实完美地保存着 呈现出古仆的风貌 还融会了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文化的重要内容 也是纳西族的古代文化 东巴文化主要包括了东巴象形文字 经典 绘画 音乐 武道 以及法器跟各种的祭祀仪式 主要依存于东巴教中而得名的 东巴文属于原始的象形文字 创始在唐代 距今有一千多年历史 主要是东巴教徒传授使用 书写东巴经文的 这一捆捆的东巴经书 是由当地构树皮所制成的厚棉纸装定而来的 性质属于民族古文献 除了记载迎神 驱鬼 祈福 求寿 消灾 解难等内容 还保留许多古语古语古词 并记录大量的纳西族古典文学作品 由于东巴文无法记录经文的全部内容 因此东巴经卷只起了一种提示的作用 经文的含义跟解说是依靠口授的 只有从小就学习他的东巴祭司 才能眼看经文 口颂句子 纳西族的音乐中 有一种驰名中外的纳西古乐 纳西古乐最具欣赏性的地方 是它有着西式三宝 第一是古老的曲子 其次是古老的乐器 乐师们手上所持的乐器 都有上百年的历史 再来就是演出的老艺人 白沙是纳西族在丽江坝上的最初聚集地 也是丽江牧师吐司的发祥地 镇内现存的明代建筑物大宝基宫里头 还保存着明清时期珍贵的白沙壁画 丽江古城历史悠久 古仆自然 布局错落有致 既具有山城的风貌 又带有水香的韵味 但在古老的供水系统当中 还有一套规则 古城的供水呢 是由三个水塘组成的 称为三岩井 头塘水用来喝 二塘水用来洗菜 三塘水呢 可以洗衣服 这样的设计让水得到充分的利用 丽江美食以纳西菜为主 三叠水是纳西族的最高礼仪 也是历代牧师吐司 招待贵宾的一种传统佳肴 三叠水依照口味分成三次上席 第一叠以甜点为主 第二叠是凉菜 最后才是熟食 但主要以蒸菜为主 虽然都是家常小菜 但当中包含了山珍海味 可以说是纳西族的满汉全席 最后上的这道白肉火锅 也是纳西佳肴 同制锅具 公益精美 是纳西族人喜欢的器皿 从这些丰盛的佳肴当中 能够感受到纳西族的代客热情 1997年云南向世界宣布 人们寻找已久的香格里拉 就在迪庆藏族自治州 下段节目前往他的首府香格里拉县 体验当地藏族的生活 2014年1月11日凌晨的1点27分 位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县的 独克宗古城也发生大火 古城三分之一面积被烧毁了 而且都属于极度的繁华地带 不少唐卡等佛教文物也遭到诸容 而现在一起来了解一下 独克宗这座古城的风采 美国作家希尔顿 在1933年所出版的 《消失的地平线》这本书中 描述一块永恒宁静的土地 雪峰峡谷 森林环绕 牛羊成群 从而诞生香格里拉这个名词 在以前中殿的藏语里头 香格里拉是心中的日月之意 代表藏民所向往的理想境界 独克宗古城位在现今香格里拉县的东南方 它藏语中有两个含义 一个是建在石头上的城堡 另外一个则是月光城 这正呼应着香格里拉 这里是中国大陆保存最好 最大的藏民居聚落 我们来到蜀都刚的藏民家做客 受到女主人的热情款待 女主人不好意思地向我们解释着 家中男主人不在 拿不出什么好的招待 只能委屈大家吃点青柯粉做的点心 其实对于在外奔波的我们来说呢 可以这样坐在火堂边烤火 品尝现做的点心 再配上一口酥油茶 已经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在藏族的聚落里 酥油茶是每户人家必备的饮料 女主人挖起酥油 放入特制的桶中 熟练地反复搅拌 对于这样的动作 外景队是再熟悉不过 不过每个地区的人家 打出来的酥油茶呢 口感竟然都有些不一样 这儿食用的奶酪 结实地像石头一般 使用这种奶酪打出来的酥油茶 喝起来甄别菊风味 酥油茶对于补充体力 缓解高原反应非常有效的 喝完酥油茶还意犹未尽地捏起了簪巴 簪巴是藏族的传统主食之一 我们到访的主人家有些规矩的 女主人喜欢请来访的客人 帮自己的孩子拍照 然后再好好比较哪个客人拍得好 战别主人家的热情 我们来到有着高原明珠之称的碧塔海 碧塔海是云南省海拔最高的湖泊 相传古时天女梳妆的时候 不小心摔破了镜子 碎片就形成许多高原湖泊 像碧塔海呢 就是其中一块镶着绿宝石的美丽碎片 但是也有传说 这里是格萨尔王传当中所提到的毒湖 清末以来的文献有所记载 湖里有珠宝 但在龙王的护驰下呢 没有人拿得到 另外也有记载说 湖底有一艘沉船 能看到沉船的人将会有好运的 我们当然没能看到沉船 但是呢 却享受了一顿被款待的好运 一碗苏油茶 一部相机的交流 让大家看起来就像一家人 也让我们有机会 更深刻体验蜀都高上的藏民生活 这儿的生活真是充满原始 每天呢 得走上一段路 到蜀都湖去漂水 自从有公路通到蜀都高之后 藏族男人就开始往外去找寻工作机会 外界呢 也因为旅游的发展 进到藏族人的家中 原本与世隔绝的国度 与世无争的生活 起了变化 习惯安定的藏族女性 多半会选择以不变应万变 在这辽阔的沼泽草垫上生活 当地人不只利用丰美的草地 来放牛 放羊 放马 甚至呢 还能放猪呢 这样的生活还真是惬意 树河纳西语称为少雾 意思是高山下的村寨 是纳西先民在丽江坝子当中 最早的聚集地之一 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集阵 下段节目走访树河古镇 体验当地的人文风情 再来说到树河古镇 它是纳西先民在丽江坝子上 最早的聚集地之一 也是茶马古道上 保存完好的重要集阵 可惜呢 在2014年的4月6日 凌晨的4点10分 也同样遭到火灾的伤害 现在请看这段报道 旧名石河的树河古镇 是世界文化遗产 丽江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可以说是丽江古城 发展模式的再延伸 古镇依山傍水 明居房舍错落有致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 这是十多年前大陆巡奇 造访树河古镇时的情况 当时这儿的纳西族人 几乎都是务农 或是以手工业为生的 树河古镇曾经是 丽江的皮毛交易集散地 在赶集的日子里头 这里十分热闹的 由于茶马古道的发展 产生了各种商品的需求 明代的时候 牧师吐司严凭一批江南工匠 定居在树河 从此树河变成滇川藏 交界地区非常有名的皮匠村 在早期树河的四方街上 是有夜市的 住在这儿的人 就像现今的都市人一样 漫步在四方街上 随心所欲地走走停停 穿梭在青龙河畔的人们 像是夏夜流营 从而有了夜市营火的美誉 青龙河的流水 是由雪山上的积雪融化而来的 非常清凉 因此沿河而行 经常能够看到有人 把水果或饮料 放在河里冰镇 探访丽江如果觉得古城太大 又过于热闹繁华 那么树河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儿的巷弄街道 虽然像是蜘蛛网般的紧密交织者 但毕竟开发的比较晚 外景队凭着过去的印象 找到一户十多年前 我们曾经造访过的人家 不过现在用商家来称呼呢 会比较贴切 院子里头的梨子 过去农家是用来补充营养的 现在似乎已观赏价值比较高 从前用来晒清科的架子 现在改成供游客喝酒喝咖啡的雅座 这一切的安排呢 都是为了让游客感到赏心悦目 愿意登门光顾 从雅座往外看 过去的水道明显地变小许多 把空间腾给游客散步之用 当地纳西人也乐在其中 少了点城市的喧嚣 多了点乡村的气息 这是树河跟丽江之间的微小差异 但两地水景都非常美丽 在树河呢 还有一项特色 一般游客是不太容易发现的 也就是树河 它是以发达的教育著称的 早在清代乾隆年间 树河就设有朝廷公住的义学馆 另外还有三所私塾 让树河成为著名的人才之乡 现今游客从每家民宿的经营风格去感受 应该就能发掘之间的微妙差异 到了树河 吃一样是跟纳西族脱不了关系的 不过您不必担心 会吃到太多重复的东西 这里就算简单的火锅呢 也能吃得很有特色 看到我们这个大铜锅了 这个铜锅里边呢 有粉丝啊 木耳啊 白菜很多 那下面呢 还有 因为它的汤呢 是用鸡汤炖的 也有猪排骨汤啊 还有辣排骨很多 那今天我们呢 是拿土鸡汤来炖的 那放上粉丝啊 木耳啊 那些菜进去呢 味道更加鲜美 火锅并不是纳西族的传统饮食 但却是非常大众化的吃法 当然传统的纳西菜色 还是不能少的 各位瞧 这就是经典的纳西菜 先品尝一下这个红烧肉 看看去很肥 但是这个呢 是肥而不腻的 我们的土鸡炖我们的鸡油菌 这应该是最补的一道菜 最滋补的一道菜了 这个 炖鸡汤 鸡豆凉粉 油炸凉粉等 一道道树河古镇的在地美食 色香味俱全 这是当地人家餐桌上的佳肴 这家民宿十分讲究 不但在吃的方面花了不少心思 餐后还安排了纳西族的渔性节目 带着游客体验纳西族的传统打跳文化 在丽江古城北面十多公里的地方 玉龙雪山的山脚下 有一个雪松自然村 它是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 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它的身份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撰稿人 摄影家兼探险家 透过它的镜头跟文笔 让丽江的民族文化走向西方世界 节目最后呢 我们放松下心情 重新感受云南的各地之美 也祈求这些美丽的人文 跟自然风采可以永远受到尊重跟爱护 从前的中殿 如今的香格里拉县 随着观光客的到来 这里还能称得上是香格里拉吗 当地藏民心目当中的香格里拉 里面有一座高高的雪山 名字叫做卡瓦格伯 它是梅里雪山的主峰 名列藏区八大神山之首 这座圣山正是我们要探寻的秘境 沿途所经的那帕海 水草风貌 宁静优美 是香格里拉境内最大的草原 也是最富高原特色的景区 这儿的景致 颇能诠释对香格里拉之美的想象 但是香格里拉的神秘意境 仍然藏在远方的圣山之中 高原上变幻莫测的气候 让朝圣者一致认为 卡瓦格伯峰可是难得一见的 这一趟云南行程 我们可以说是非常幸运 带回卡瓦格伯峰日出的壮阔景观 这是云南省的第一高峰 数百里冰峰接踵棉更 阳光洒落在山头的白雪上 动人的金黄色景致 让卡瓦格伯峰被誉为是雪山之神 而且被全世界公认 他是最美丽的雪山 德清县位在西藏四川交界之处 是唐宋以来查马护士的重要场所 由于是地势最高的县城 所以有着雪山市场的美称 当地的藏民特地为我们 这些远来的访客 献上祝福的歌声 弦子是藏族特有的一种弧琴 一般是由男子来演奏着 接着我们继续要往雨崩前行 沿着蓝沧江的峡谷行径 车子在雪山跟冰川当中 上上下下的 蓝沧江它是美宫河的上游 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河之一 河流穿行在横断山脉之间 河道中险滩急流多 形成两岸高山对峙 坡斗险峻的V形峡谷 经过一路的滇沛 我们来到的地方叫西当 西当是进入雨崩的要塞 我们的交通工具也从汽车换成罗马 从西当到雨崩 海拔升高得很快 没有缓坡路 而且高山缺氧 容易造成双脚无力 这也就是一般人 为什么得借助受力的原因 在山树林间挂着 无数的彩色金帆 像是彩棚一般 点缀着空陵的山野 这边是上一峰 这边是下一峰 下一峰到上一峰 这总共34户人家 总共才34户 34户 对 上村有16户人家 下村是18户人家 位在梅里雪山东路的雨崩村 四面群山簇涌 景色优美 名风淳朴 真的是一个世外桃源 哇 非常大的一个客箭 也可以 很热闹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呢 有些是 有些是可以转机 还有些是游客 那些都来这 穿过崇山峻林 来到了雨崩 迎接我们的 是这儿唯一的旅店 神铺客栈 这间客栈起初呢 并没有名字的 后来大家不约而同地 称之为神铺兄弟客栈 因为这是阿清部 农部两兄弟 在自家土掌楼一侧 所开的客栈 阿清部是哥哥 他为大家亲自下厨 使用这儿的特产松茸 料理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松茸是新鲜现彩的 鸡是自己养的 加上阿清部一手包办 这绝对是道道地地的 雨崩风味 这桌山珍美味 抚慰了大伙一天的劳累 松茸是这里的特产 每年七八月 正是上山采收的时节 自从松茸在日本走红之后 当地藏民的全年主要收入 大多一口采松茸而来 雨崩境内有一个圣地 叫神铺 在前往神铺的路上 我们看到一座座的小石堆 这是前往朝圣的人 为自己 为亲人 搭起去天国的象征性小屋 现在看到神铺了 在这边的是神铺 中间那个 这是我们要去的城铺 对对 这雪山是什么 吴冠峰 对 这个就是吴冠峰 是 吴冠峰 随着水墨飞扬的瀑布声响 越来越大 神铺已经近在眼前 藏族人示意到雨崩神铺下沐浴 作为一种洁净心灵的修炼 在悬崖绝壁上 看到无数条白脸般的瀑布 自崖顶飞溅而下 据说 雨崩瀑布是卡瓦格伯尊神 从上天取回来的圣水 工人们洗尘除垢的 为世间消灾免难 要接受瀑布的洗礼 得先微丧 诵经 这是藏人跟天地诸神沟通的方式 藏族人说 神铺能沾补 你沾到它下面 水沾湿了你 你就是一个好人 据说曾经有人结伴来到神铺 其中一个人在转神铺的时候 水竟然停在半空 浮下来了 回去之后 不久那个人竟患病而死 朝圣者视瀑布为圣地 来到这里每个人都会绕着神铺转上三圈 接受神铺的洗礼 祈求带来好运 藏人对大自然的尊敬是用行脚朝圣来表达的 他们以谦卑的角度表达人能对他的敬意 古城 古镇一再遭到火劫 这似乎是在警告大家 古老的文明已经难以承载现代人的欲望 我们特别整理这段节目呢 可以让更多人去思考跟寻找 寻找什么呢 寻找过去跟现代之间的一种平衡 节目谢谢观赏 我们下周再会 祝福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